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接著上一集,我們會說到, 針或何富先生提供了大量內部業界的消息, 之後,我們會從第二集, 由集編集長的角度去說, 針對針的歷史。 第一個要說,還是第一任? 而是大家應該很熟悉, 經常看到他的樣子, 就是爆漫入面客串的座座目編輯。 座座目上就是, 他就是現在的第九任, 不是現在, 之前,他已經走了, 就是第九任的編輯。 應該說,由開始到現在, 數第九任的編輯。 對,第九任, 他就在爆漫入面客串做編輯獎, 大家應該很熟悉他的樣子。 不然這樣也不知道。 不,理論上應該是, 因為記得阿廖, 他的理論上跟《龍珠》入面出編輯, 一樣, 用回他的樣子, 放進去。 其實這個真正有的人物來的, 也是真正前任的, 張善俊的編輯獎。 對, 但是我想看一看大家, 不要太相信爆漫的東西, 不要太相信爆漫的東西, 不要太相信爆漫就覺得自己很熟, 爆漫的東西很多是美化了的, 你看到的, 真實存在的編輯, 編輯獎, 是有讚沒有彈的, 那些虛求的角色, 例如, 是誰呢? 就會被人跑到看無緣夫, 所以大家不要太相信爆漫的東西。 甚至爆漫也會有一些, 他對一些編輯的不滿, 也會寫在他的作品裏面, 所以可能有機會, 一來就像有馬爾桑是美化了, 甚至有些是太誇張的。 不, 例如, 錄音樂陣, 最近就在演出《七瘋頭》, 這傢伙, 這麼大劇頭? 不要緊, 大家都在看, 我們不要說, 七瘋頭的計劃其實不錯, 沒問題的, 不過最近這本是《Jump》, 漫畫連載的作品, 所以分開是輸眼的, 一定是, 講完, 其實理論上, 七瘋頭做的事是沒有錯的, 他不用編輯, 跳過編輯, 加自己有一間公司, 提供的限制, 即是外國, 即是荷里活都是這樣的模式, 但是, 在《Jump》裡面, 是不喜歡走這些模式的, 所以一定是輸眼, 即是政治正確的問題是, 是好的, 其實都可以簡介一下, 在座牧尚先生的資料, 我記得他, 是《和月新聞》當時帶起他, 就是編集長, 是94年帶起他, 96年就是, 不是, 2008年就開始, 不是, 不是, 《和月新聞》當時, 是, 是他, 《和月新聞》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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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就升任編集長, 其實都可以說一下, 他有沒有, 有一些比較著名的作品, 在他的時代裡面, 其實有《地用老師》, 最有名的《樂客劍心》, 甚至是梅澤春仁所寫的《boy》, 都是他, 有份做一個編集長的, 但是我不太喜歡他, 因為他踢走了葉公雲, 當時葉公雲是怎麼說呢, 大家都知道, 《魔法零分》, 《和月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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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人, 即使你拿秀三個席, 也可再過一百回, 就說你拿到一百多次, 我們還門外, 他說完這位, 比較有名的編集長, 不如我們... 《和月新聞》, 其實是前面的, 他還不算出名, 是的, 我剛剛說他出名, 因為他在百萬 scars。 《和月新聞》, 只是出外面, 不是出名? 現在我們就由最早期順次講每一個編集獎 第一位是長野虧先生 1968年1974年第一任編集獎 亦都可以說是Jump的開山 開山的功臣 何止開山的影響到現在都一樣那麼厲害 為什麼?大家熟悉的Jump三大紀石 勝利努力有錢都是他搞出來的 你為什麼變成聲音? 有迷之頻道亂誘即有機關的亂誘 他搞了這三個之外 不止他還有搞了我們很熟悉的 作家專輯制度要簽約拿東西 其次大家就是Jump的萬樂體員 調查表自上主義就是他搞出來的 還有Jump拿作家的方法 守寵長、赤寵長都是他那時代搞出來的 所以說他是不是很偉大 因為如果他沒有了那些系統的話 Jump我覺得這本週刊 都不會到現在這麼成功的地位 當時如果沒有這些制度 即是上集有說過 其實Jump也不可能做得起 因為當時都 他面對著很多經濟 新地位的經濟 你見到的 Jump新亞基石 就拿來做一個題材 即是用什麼漫畫做題材 他的新聞漫畫這個基準 接著就是專屬制度 就鋪著作者 調查表就留著作品 哪些作品 他們不會分給作品好壞 他們又事成定斷 到最後 守宗赤寵最重要的 確保他們有新的作家 因為見到調查表 會剪人走 剪人走 那找什麼新人上 就靠守宗長 赤寵長的新人上位 整個制度規模 是有一個圓形的目色 其實已經有一條路了 他搞出來就是 整個制度 到現在都堅持運行 這個制度 是沒問題的 當然 之後會不會有問題 就是這件事 第二位 就是長野虧先生 就是中野右界先生 其實他也算是一個 在Jump上是一個早期的人物 其實他有一個最大的功績 就是他將Jump的題材 由那三大機器 發展為 有體育 美食 賽車 甚至是誇張熱血淚 其實這樣說的類型 我覺得就可能有些空泛 其實到現在Jump都是用這些 例如體育類 網球王子 美食類 美食獵人 大家都很熟 那誇張熱血淚 其實現在很多的王道漫畫 但如果他們的年代 我就想到一本就是哥普拉 即是他題材上 Jump擴充了題材 應付這個事情的需求 以及吸入不同層面的讀者 是成功的 這個方法 其實我覺得應該都是會系統帶出來的 因為你始終都是投票決定 還有那些新進作家 你也會參加這個獎 設立了獎 基本上都是會代表主流的反應 來出的那本漫畫 即是基本上就是 比較商業向的定量 還有斟去到他那個年代 就是定位了 即是有一定的銷量 那就可以做多些嘗試 不用再好像以前那樣 要搞很多事情 但說實話 Jump有出過那些賽車類的漫畫嗎 有 我記得有的 但我 即使你說 例如說爆漫右面 有一個人說賽車 應該是拍成某位作家 但我不會記得他的名字 應該是某個人 應該有賽車類 我記得是 如果是賽車類 應該是韓文字D 應該不是 不是他 不是他 那賽車類好像都比較少類型 但應該有的 就算爆漫畫面 那個作家已經是某個作家 大家知道誰說賽車類 我一時間忘記了 撿急忙的 不好意思 後來再說 去到第三代的編集長 就是西村泛南先生 這個應該很值得說 西村泛南 我們剛才說到 就是長野中的和西村 這三個都是當時 曾經打拼過 即是長野做編集長 時西村是做前線編輯的 那他有什麼有趣的地方呢 我記初呢 他就是當時第一代 有一個 上次我們 第一次就說 那個叫牌子王 那個媽媽作者 是 當時他是編集長 叫他明白 牌子王 上一集我們說的 那些題材 在當時都算是一個很新穎 也都很偏封 甚至很多的家長 PTA都會投訴 不是 PTA那個是另一個 明正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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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時 公本 公本慶賢 沒有一個名字 馬桂花 是 是 本公廣字 是 本公廣字的孩子王 就是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說一下故事 不太長 本公廣字 當時 不算流浪 他是舉家來到東京 他要一人闖天下 他打算自己可以做漫畫家 誰知道是不行的 當時 有兩間大陸 我們說到 新利和 Megasin 就是不理他 但是 當時 剛才那針就成立了 他就走過去了 西村樊南一望 就指這傢伙 敬人利 先拿他回來 還有他就是 長野規的編輯 編輯 專輯制度 第一位犧牲者 白老鼠 就是他簽下來 他簽了 所以他跟 真正打拼 西村有好好的交情 兩個人一起拍照 對 對 當時 他的時期 到現在 大家都很記得的 漫畫 龍珠 城市獵人 租造之奇幻 冒險 北斗之拳 IQ博士 足球小獎 都是那個時期 可以說是 最輝煌的時代 基本上我們最熟悉漫畫的時代 西村的眼光真是不錯 他上中的漫畫 基本上真的有個大行李道 還有他將整個針制度化 因為他曾經有說過一句說話 所謂的作家是一個零件 用完就可以了 我們要確保 大概的意思 所謂一些足夠的零件使用 就是作家 所以為什麼說 現在爆漫會這樣說 沒有人用完即棄呢 就是這個西村的繁立法 就是他很殘酷 但是很現實 亦都是一個市場主義的表表者 對 就算他當年跟他拍照的 半功講致 後來不可以 不是 都算人情味的 會放他假 但是跟著都說不出來 就是 不會說不講道理 但是他就會拿得 那些關鍵會拿得很正 是 那他還有一件事 比較重要 我覺得要提提 就是關鍵後面事件 就是他當時再有屈真 雖然說創了很輝煌的成績 但是他跟習明石對著鋼 就是大家都是在習明石旗下的 但問題是他跟上面的老闆頂頭的 所以為什麼之後 第四任後騰廣起 就會跑下來 這傢伙不是真的人物出身 但是跑來呢 因為當時西村是跟習明石對著鋼 他跑之後 習明石不妥 又收回權利 就把一個外人下來 就是空降一位編集長 空降一位河人 就是第四代的編集長 四代目 就是後騰廣起先生 這亦都令到好像針都亂了 不如今晚都說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是 後騰說了一本 剛才說了 他是針派下來的 他跟其他針 一針就是由編集者 就是由編輯 你做一個漫畫 帶起了自己的名字 上了位 做編集長 這個順序 但空降來 他不跟其他編輯不熟 大家不是打細氣的 其次他不熟編輯的規則 他會跟著針 即是以前都是這樣做的 我才會跟著 就是把車田政美說走了 上次車田政美就在畫 阿糾子 聖女星子 最後的拍名五屆篇 他畫一畫就順位下降 即是排名低了 他就說 你應該要結束了 那就玩完了一個作家 其實那時候 也有很多的作品 都是去到尾聲 那時候你說 有很多出名的作品 例如《公下艾希樂》 《無論尊》 《原志夫》那些作品 其實大部分都去到尾聲 其實這位編集長 也可以說是埋下了 那段時期 很多的重要作品 即是一段時間完結的復線 你看到大概90到96年 就是一堆東西都淋下來 就是在那時候 1986到1993年 它沒有好的規劃 它做的神奧 如果沒有記載 它是沒有一個長期規劃 你看到就算是長期 它會規劃整個針的制度運作 西村它發掘了大量的 題材 以及名作者 這些監獄都撐起了整個針 是聯言不絕 它說作家是一個消耗品 用不積氣 就是一個公司不停運作下去 都是以一個公司的角度去想 但是後來沒有做這件事 反而是敵人走 它什麼都拿正來做 但是什麼都拿正來做 現在的正 它沒有想過將來的發展 是怎樣做 所以現在說成正比 即是它將公司建立的沙砌城的城堡 一旦推倒 是 最大原因是 它不知道究竟針的文化是什麼 是 還有它長期規劃 你不記得成正比沒有所謂 你先找哪一代上去 它有沒有考慮過 你看到那時候 大概 它上任的時候 大概90到93年左右 是沒有什麼新鮮的作品 會推出 還有是之後 搞到之後 原來的一堆作品 是斷了沒有 即是它會有一段的空白旗 即是它大作完完之後 它就沒有什麼可以熱賣的作品 或者有人氣的作品 所以我 應該是不是那時候的銷量 都被Magicine 和Sunday追過了 它的銷量 還沒這麼快 因為那時候還在龍珠連載 現在 但好像龍珠都快結束 有數據的 聖鬥與星子 就是後藤海斬了 是90年斬的 優柔八書還連續 去到94年 龍珠也連續 1995年 Slam Dun 是96年 即是陸續 即是它離開之後 大概兩三年 這些東西都被捉了 但它沒有想過接任 最先走的就是北條絲 即是城市獵人 那裡 其實那裡 就開始是個鏈的頭 直到到尾就是 優柔八書那裡 其實可以提提一下 優柔八書斬 有些人說它是拿幾段震慶 即是人家斬 就斬 一起斬 跟風 即是百萬物威的角色 即是天才型的角色 即是經常都想休息 對 那另外 我比較順利的說法 就是當時 他跟編輯那邊吵了 因為編輯吵了 他跟龍珠一樣 即是上次 我們何古都說了 要玩自入式行銷 題材要怎樣 要加些什麼 角色要怎樣 要跨媒體創作 對 但是當時我記得 傳言 當時傳言 就是 阿 阿 阿 傅姦不合制 她說我不畫 我就不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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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編輯說 你夠膽不畫 你夠膽不畫 阿林說你走 然後編輯說 好我走 兩頁完結就是那集 兩頁完結就是那集 兩頁完結就走了 然後就激了炸跳 那時候應該是魔界大會片 兩頁完結 兩頁完結 三頁完結的兩頁完結 多厲害 真是 就是那時候埋下瀑布 說走就走 雖然說之後 拉他回來畫了一個 什麼 Level 6 Level 2 對 但是沒什麼意思 Level 2 其實是大微針的少量 之後 到現在就是Hunter 當然是靠Hunter 這是另一局的事 現在是靠Hunter 成Hunter 成Hunter 好畫 之後Hunter 另一件事 可以到下一節再繼續 另一件事 可以到下一節再繼續 另一件事 就是 各位可以